如何环保地消灭蟑螂小墙 夏天到了,小墙又开始活动了 见到它们总会让我们毛骨悚然 几分钟教你一些既环保又有效的灭小墙方法 第一步,保持室内清洁干燥 这是织本的方法 因为哪里环境卫生又脏又乱 哪里小墙就猖獗 所以清洁干燥的室内环境 蟑螂会感到自己不受欢迎 第二步,注意及时检查修补墙上的裂缝 地板阁、窗户缝隙等地方 清除小墙的栖息场所 小墙喜欢钻洞藏缝 利用它们的生活习性 选用油灰、水泥、火硅胶等堵嵌缝隙、洞穴 让小墙无藏身之地 第三步,用餐后要将食物及时密闭 将地上及垃圾带领的垃圾及时清理 也将餐具用热水冲洗干净 不节的餐具就会吸引蟑螂的目光 另外,炉灶等处也要定期的清解 小提示 平时进行八茶活动 记住口诀 一茶桌、二茶柜、三茶椅、四茶口、五茶池、六茶暗、七茶缝、八茶堆 第四步,用环保的方法驱赶小墙 方法一,鲜黄瓜驱赶小墙 把鲜黄瓜放在食品厨里 小墙就不敢接近食品厨 方法二,鲜桃叶驱赶小墙 将新摘下的桃叶放于小墙经常出没的地方 小墙闻到桃叶散发的气味便避而远之 方法三,洋葱驱赶小墙 在室内放一盘切好的洋葱 小墙闻到洋葱的气味会立即逃走 这种方法同时还可以延缓室内其他食品的编制哦 你知道吗 日本国立遗传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发现 蝉雏是蟑螂的天敌 此研究所的蟑螂一度泛滥成灾 后来饲养房里放养了一些蝉雏 不久,蟑螂便销声匿迹了 经过解剖发现 蝉雏的胃里大多是蟑螂的残体